哈啰姐妹们 我又来了 我是你的笑笑 啾啾 上次发了一个厕所的视频 然后得到了很多报道的喜欢跟关注 今天在这里感谢大家对我的喜欢 我会继续努力更新的啊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要给大家就是整理一下 上次厕所比较多把门问的一些问题 同意在这里回答一下 如果有什么补充的不是很详细的话 或者说的不够清楚 大家可以在评论下方论我 然后我尽快给大家更新哦 没有办法是叫我实际性的小宝贝 首先我们讲一下我们的厕所格局 其实呢原本的厕所的尺寸是没有 现在厕所那么大的 它原本的厕所是PVC的那种整体厕所 所以是走墙排的 墙后面是张有了大量的走管空间 我们利用了原来墙面走管空间 做了浴缸和鞋柜 原来的厕所下方已经是抬高了十几公分 非常浪费空间 我们索性就把马桶做成了下排 做了成箱 不但没有影响到层高 而且我们还做了收纳和干湿分离 说一下我家的正能马粉 关我们家的马桶的话 其实我并不是那么的推荐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这款的话是我们搜到的 全网最短的最小的一款智能马桶的 所以我们也别无选择 但是用起来总体的体验感还是OK的 价格也是在2000多左右吧 建议的话如果空间比我自己稍微宽一点 然后通道是比较够用的 然后预算是比较够的 可以选择大牌一点的马桶 售后大牌会比较有保障一点 所以这款我就不推荐给大家了 补充一下如果真的要选这款马桶的话 一定要注意选规格 因为它每个规格价钱都不一样 每个功能都是需要加钱的 关于洗漱台 当时这个台面也是找木工一起订制的 包括楼上的窗户跟木门 都是同一家人订制的 有上的清漆 所以呢还是比较防水的这个训练 但是经常的话还是要 就是稍微用到水的话要及时清理 就是这一点会有一点不方便一点 但是呢颜值还是刚刚的 台面的宽度是340 长度是1140 高度是800 台面厚度的主板是3公分 关于静柜 这是整个柜子的设计图 详细的尺寸都在这里 大家可以直接截图拿去参考 柜身只有110 我把电发后面咯 如果大家想跟我一定要把热水器藏在这里面 一定要有空间 因为刮的水器后面还有这个款 关于热水器 厚度只有7厘米 非常适合做线路实 而且就算装在外面 它也是很简洁的一个款式 我都买的 大家提醒去购买吧 然后这个是极热热水器啊 有爸爸问我说那不用透风 是不需要的啊 但是就一定要买一个这种公开 公开的开关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保护漏电的 这个也一定要购买的 可以自行购买或者安装师傅购买就可以了 这个我是跟安装师傅购买的 这个我是跟安装师傅购买的 煮水器的话就需要提前去煮水 而且你要等 这个是秒出的 就10秒之内就出热水 而且不能等 所以下我们家这个极致热水器的一个耗电情况 其实呢它的一个功率是7000瓦的 7000瓦的话 一个小时也就是7度电 我们一般洗澡的话是15分钟 也就是0.25小时 7000瓦的满功率 运转的话15分钟 其实耗电就是1.75度电 不满功率的时候就更省电了 所以我们泡澡的话也是不到2度点的 超神奇的 关于洗漱盆 洗漱盆的话呢 尝试400块是300 深度是130 这片前一点能解出来 如果大家比较担心见水融化 就建议去买那一体盆 就跟台面一起做会更简洁一点 关于水龙头 水龙头它有几个用法 就是它这里是可以调高的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方便你的不同台面高度 然后可以怎么右摆的 可以抽回去 然后这里可以摄一些 非常方便 可以变换水 高度的话大概是22到24左右的高度 这个的话是19 我把电放在这里大家去看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正品啊 还是叫这个东一什么什么牌子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关系 因为它的质感很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质感是磨砂质感而且也耐脏 就是不会摸上去之后就会容易流水硬 它这个是不流水硬的 而且呢轻轻插一下就会去掉了 物质很方便很好用 推荐 关于浴缸 浴缸尺寸的话上次有说过是600乘体900的 等一下我也把链放在这里 但是呢因为是嵌入室操作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 也可以去买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注意事项 我后面再跟大家说 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是怎么入浴缸的 因为大家很好奇啊 我就给大家大概演示一下 因为这里有一点点高度 本来没有这个的话是可以轻松进入的 但是我为了安全的话 我是放一个小椅子的 这样子的话就进来了 其实还是很寒敞的 看 在里面洗澡的话也不会水溅出去 就是完全密封的状态 上面还是有透气的 这上面还是有透气的 就是这样洗 洗澡都洗都可以 就是还是挺寒敞的 出来的话呢稍微扶一下出来 小安全 关注一定的毛巾架 OK来到我们的毛巾架了 这个毛巾架我要立推一下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用处 就是洗完澡之后晚上不是这个毛巾很湿嘛 每天晚上还有内裤都是手洗的嘛 包括袜子也可以挂上去 只要三个小时全部给我烘干了 它这个的话是免打孔的 直接就是棉胶就可以挂上去的 棉胶就可以挂上去 就是不用打孔 后期安装也是非常方便 推荐推荐 给大家放在这里 尺寸跟链给大家放这里 大家截图吧 关于垃圾桶 这个垃圾桶的话也是很多人问 因为这个是可以带刷子的 带刷子 然后它这个是弹跳性的 按压式的这个滑桶 它有几个颜色 我买的是白色的 然后尺寸大概是这样 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的单衣服到底要哪里呢 但是其实还有个地方 没有给大家去拍 因为上次这个帘子还没到 所以就没有拍了 其实这个地方我是预留了一个 长度出来 然后刚好呢我买了一个 脏衣篮子可以放进去 后度是刚刚好 平时的话呢就是直接 用脏衣服进去 然后拿去洗的话很方便 整个带子拿走 就可以拿出去洗 以及洗的非常的方便 而且平时的话你如果 还有其他东西的话 也可以暂时收纳在这个帘子的后面 这个帘子也很便宜 等一下可以把链一起放出来 我把链一起放在这里 让大家方便大家去选顾 这个的话 张衣篮子的尺寸也刚刚好 而且跟这里风格也很大 有张衣篮很重要 因为张衣篮真的很方便 每次洗完澡 衣服一脱 对进去 干干净净的 也不会影响美观 而且他有一个暂时储存 张衣服的地方 就很方便 如果有一些不是很想洗的衣服 也可以临时放在这个盖子的上面 我是这样子的 就是还想再穿一次 但是没地方放 我就放在这里 而且这样一盖什么也看不见了 哈?我只是聪明的孩子啊 吹风机架来了 很多宝宝问的这个吹风机架 很多宝宝们问的吹风机架 我把它放在这里 大家去谍图吧 这一期先这样咯 下期见拜拜 拜拜